杀完人去警局自首 然后在众目睽睽下被无罪释放 且不靠权势 权凭智慧 这可能吗 本期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精彩的故事 三枪引擎 海军中校鲁斯特 执行为期半年的出航任务 临近结束时 接到司令部指示 提前几天返航回到了孟买 鲁斯特心心念念久别未见的妻子 下了舰船便直奔家中 但妻子辛西亚正好不在 询问保姆得知 辛西亚昨天下午出门后至今未归 鲁斯特打电话询问辛西亚的闺蜜 却被告知 已经有好多天没见过辛西亚了 鲁斯特瞬间感觉 墙上的乳胶器笼罩到了头顶 他环顾卧室 看到一束别人送给辛西亚的鲜花 之后又从衣柜里发现了几十封 写个辛西亚的情书 信中露骨的内容可以证实 辛西亚与此人发生过越轨关系 更刺激的是 此人不是别人 证实他的朋友 维克 朋友和妻子的双重背叛 让鲁斯特心如刀割 他稍作冷静后 开车来到维克家 正好目睹了 妻子和维克轻轻握握的画面 次日早上 辛西亚回到家中 见丈夫提前归来 还试图解释 但鲁斯特眼见为时 就算说破天 都无法平复他心中的怒火 紧接着 鲁斯特从舰船上领取了一把手枪 随后 他来到鲁斯特经营的一家车行 从前台口中得知 维克还没有来上班 便直冲到维克家里 不一会儿 正准备食物的老管家 突然听到三声枪响 急忙上了查看 只见维克胸口中的三颗子弹 倒在血泊中 鲁斯特握着枪站在一旁 身为海军中校 鲁斯特没有逃跑 而是来到警局投案自首 负责此案的罗警官 迅速担任看查了现场 有名警员将案情消息 卖给一家小报记者 小报记者看到了炒作商机 出高价买断了独家消息 纤西亚得知鲁斯特杀的人 追悔莫及 他来到警局想见见鲁斯特 但被鲁斯特无情拒绝 海军中校外出公干 附上前人承续而入 中校怒杀情夫 这重磅新闻一经登出 立马引起全民关注 一时间 报纸大卖功不应求 维克的妹妹听闻 哥哥惨死于鲁斯特枪下 花重金聘请的律师 是要将鲁斯特送上绞刑架 同时他担心 报纸上的报道会对他们不利 律师让他放心好了 街头小包而已 无足挂齿 然而 他们低估了民众舆论的影响力 彼时的印度 仍然沿用着陪审团制度 而舆论势必会影响到 陪审团的裁决 紧接着 报纸上又爆出了 维克多道数不清的风流史 舆论成功转移了案件焦点 激起了民众对于鲁斯特的同情心 军人为了国家远走他乡 花花公子却不要碧脸 引用军人妻子 所以在人们看来 维克死有预估 鲁斯特在为提送法院时 海军执法部门申请将他带回海军拘押 理由是 鲁斯特是军功卓著的军官 不是和东普通粹饭一起关押 法官和罗警官都没有意见 鲁斯特却不想因为军饷和军功 而受到特殊待遇 坚持要维持警方拘押 并且 他还不要律师 是要自己辩护 鲁斯特的政治 让民众心生敬佩 罗警官在调查中了解到 鲁斯特是在上司的生日宴会上 与维克兄妹相识的 上司和维克是好朋友 而维克是很多英美公司的印度代表 财力雄厚 在这之后 鲁斯特夫妇和维克兄妹 也渐渐成为了好朋友 不久后 鲁斯特奉命出航六个月 维克和仙西亚 就是在这段事件里发展出感情的 与此同时 鲁斯特的上司坐立不安 他好像有什么把柄在鲁斯特手中 为防止秘密落入他人之手 上司派人扮成歹徒 闯进鲁斯特家中一同翻找 但一无所获 仙西亚感到很害怕 他将情况写在纸条上 让警察转交给鲁斯特 鲁斯特这才愿意与仙西亚见面 夫妻再次重逢 仙西亚痛哭流涕 惭愧不已 看到仙西亚哭得梨花待雨 鲁斯特的心也被融化了 之后 仙西亚讲述了事情原委 原来 鲁斯特执行任务离开后 维克兄妹便经常带仙西亚出去玩 维克这个情场老手 更是在仙西亚面前表现得体贴又浪漫 久而久之 仙西亚没能抵挡住维克的情感诱惑犯了大错 不过 提上求过他就后悔了 并故意躲着维克 维克却纠缠不休写了很多情书 并哄骗他说 他们是两情相悦 不必有罪恶感 案发前一天 仙西亚与维克见面后 再次表明了想结束这段关系的决心 甚至被拒绝的维克原形毕露 不但威胁说 要向他们的关系告诉鲁斯特 还坦言 仙西亚只是他报复鲁斯特的工具而已 因为鲁斯特曾凭身上的制服 让他不痛快 那么 他就要用金钱的魅力来羞辱一下鲁斯特 仙西亚如梦初醒 悔恨不已 他离开维克的住处后 在海边待了一夜 第二天回到家里 他本想把所有事情都告诉鲁斯特 但鲁斯特没有给他机会 这边 罗警官得知 有歹徒闯进过鲁斯特家里 便推测 鲁斯特杀人案另有引擎 不过 在控方律师看来 案子很简单 只要鲁斯特在法庭上承认犯罪 案子就结了 不判他个侥幸 也得是终身监禁 然而 律师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第一次庭上上 鲁斯特语出惊人 申辩自己无罪 紧接着 鲁斯特的上司 想用一百万卢比收买新西亚 让新西亚帮他找出那份秘密文件 新西亚却将一封信转交给了对方 原来 上司的举动 早在鲁斯特的预料之中 他要求上司转五千万到他的瑞士账户中 并警靠道 如果再派人到他家里 若将加倍 上司期的咬牙切齿 却无可奈何 只好向幕后的大人物汇报了此事 罗警官在整理案件材料时 从鲁斯特的钱包里 找到了两枚新发行的邮票 随后 他又从案发前的时间线中 有了新发现 并未从舰船到维克的车行 开车只去十分钟 而鲁斯特却用了一个多小时 这期间鲁斯特去了哪里 做了什么 也是证实案件的关键 罗警官拿着邮票来到邮局调查了解到 案发前 鲁斯特给国防部长打过一个电话 那两张邮票是当零钱找给他的 罗警官随即赶往德里 向国防部长了解详情 再次开庭后 民众支持鲁斯特的呼声更高了 杀人者变成了被民除害的英雄 法庭上 控方律师传唤了车行的前台员工 露西 露西在律师的指示下做了伪证 他谎称 当时鲁斯特气冲冲来到车行找维克 并扬扬要杀死维克 鲁斯特冷静应对 三言两语就戳破了露西的谎言 很明显 没有使会一边叫设置杀人 一边有嫌信公为别人 谎言逻辑不成立 控方律师随后又传唤了维克的老管家 老管家声称 他亲眼目睹鲁斯特连开三枪杀死了维克 而在鲁斯特的询问下 老管家的证词前后矛盾漏洞百出 他不能自圆其说 终于承认是律师让他说谎的 事实是 枪响是他正在厨房 等他跑到楼上看到维克已经中枪倒地 律师的一栋神操作弄巧成桌 反而让鲁斯特占了上风 休停期间 有人给小包记者透露了一个消息 原来 撤好员工露西 也是维克一夜风流的牺牲品 露西还曾为维克度过胎 此消息登上报纸后 民众更是纷纷重骂 像维克这样的人渣就不配活着 罗警官在国防部长这里有了重大收获 鲁斯特在行凶前 确实跟国防部长打过一个电话 但鲁斯特不知道的是 凡是打入国防部的电话 都是要录音的 国防部长把当时的录音交给了罗警官 这份录音足以证明鲁斯特有罪 与此同时 信息上看到 5000万卢比已经转到了鲁斯特的户头上 在接下来的庭审中 鲁斯特便称 当天他领取枪支只是为了防身 身为军舰副舰长 他手里有军血库的备用钥匙 所以完全可以在 不被外人知识的情况下拿走枪支 用来再放回 但他当天是在 值班人的监督下领走枪支 并主动要求做了登记 值班的士兵也证实 鲁斯特所说不假 另外 鲁斯特曾见过 维克因为一点小事就拔枪相向 当时 他们在一家俱乐部 服务员不小心把果汁 撒在了维克的衣服上 维克就暴跳入泪 掏出了手枪 事后 俱乐部临时掉下了维克的会员资格 直到他们收到维克的道歉信后 才又恢复了维克的会员身份 这件事有俱乐部的稳件 和维克的道歉信可以查证 鉴于此事 鲁斯特才觉得 又把枪防身比较稳妥 那天他去找维克 询问维克是否愿意取信息啊 之后 然而发生言语冲突 维克更是拿出了枪 双方扭打一阵后 这时 律师提出质疑 就算你正当防卫 也不至于连开三枪吧 鲁斯特却早有准备 他拿出了印度海军训练手册 上面清楚地写着 在遭到生命威胁时 标准流程是 向敌人连开三枪 才能万无一失 所以 他的行为完全是 日常训练形成的条件反射 律师无言辩驳 更是拿不出新的指控证据 然而 就在这关键时刻 罗警官赶到法庭 把录音证据交给了律师 录音中可以听到 鲁斯特明确表示 他饶不了维克 律师指出 鲁斯特放出狠话后 凶杀案就发生了 足以证明是蓄意谋杀 录音证据显示 鲁斯特没有预料到的 他也没有对这项证据提出质疑 至此 双方的辩护陈词已全部结束 接下来 此案将由陪审团裁决 结果将于次日公布 控方律师觉得 胜券在握 罗警官认为 鲁斯特肯定输了这场游戏 只是遗憾 没有探究出案件背后的 另一层引擎 鲁斯特只淡定地 向罗警官说出了真相 原来 一年前 国防部打算通过维克这个中间上 采购一艘英国的退役航母 但鲁斯特检查发现 这艘航母已经嗅烂不堪 维克提出给他100万卢比 让他把航母评测报告写到好看一些 两人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 鲁斯特将此事上报给了国防部长 部长严厉批评了维克的办事方法 100万怎么够 我和他说一下 给你200万 震惊之语 鲁斯特坚持不改报告 国防部长被安排他出航6个月 等他结束任务回家时就发现了维克和辛辛亚的事情 于是他便伺候了接下来的一切 他先是给国防部长打电话 谎称他手里有航母报告的副本 上面评估了航母的糟糕状况 以及将给国家带来的损失程度 随后他来到维克家里 故意打杀一通 被造成打得过的痕迹 当维克走出来后 鲁斯特一句话也没说 抬手就是三枪 只是他没想到 电话会被录音 还被部长断章取义 作为了呈堂证据 而鲁斯特之所以不在法庭上揭露部长的阴谋 是不希望民众对海军失去信任 也不想因为几个腐败官员 而令海军背负恶名 为了国家安全 他不得不下局限期 至于明天的审判结果 鲁斯特自信 他会被无罪释放 下面让我们看看陪审团怎么说 次日宣布结果的时候 法院里里歪歪 聚满了支持鲁斯特的人 陪审团的投票结果为8比1 8票认定鲁斯特无罪 就刚才那一个反对的还给捡了进来 这个结果让民众欢欣缺悦 鲁斯特成功利用陪审团制度 和民众舆论为自己脱了罪 影片根据1959年 印度真实案件改编 事后 鲁斯特还是爆出了国防部丑闻 国防部长刺杀身亡 鲁斯特和新西亚 带着5000万隐居加拿大 此案件后 印度废除了陪审团制度 理由是 陪审团成员非常容易被媒体所操纵 因而做出不客观的判决 好了 本期就要记得 喜欢的朋友不要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